孟茴长,欢迎来到擂台,我是蓝虎,咱们继续来看比赛,观察方的话是一手丽女儿,对战方的话是一个魔王,观察方这个丽女儿的话,这是从师妥转过来的。 看一看怎么打,观察方一手破血,直接选择去刚对面的一个宝宝,运气很好,打掉对待方的一手宝宝。 观察方一手回封,这个丽女儿的话,这个打法还是非常可以啊,其实可以研究一下,丽女儿打这种单挑赛的话很强。 观察方开始飞一手,后排宝宝直接滤掉,对待方一手焚魔。 观察方这手幽灵的话,直接是给对面吃一手大嗦,观察方继续戳, 拉了一只老鼠。 观察方看一看怎么打,其实对待方打丽女儿的话,感觉应该优势还是很大。 观察方继续飞,因为有经脉的一个加持,打宝宝伤害非常可观。 对待方来一手秘传。 观察方这个变身套的话,也可以给自己提供一个高额的一个输出。 观察方一手破碎,这个感觉是吧,这个观察方的话有点低估对待方这个法系的一个蓝量了。 你这个,你这个用破碎破碎这种法系的一个蓝量的话,还是很难弄。 对待方补一手先链,直接飞杀扫出来。 哎呦,对待方这只宝宝有点强。 关察方休息一回合。 关察方继续破碎。 这个关察方搞什么呀,你不要破碎是吧? 你群飞就行。 你这样的话是吧,想限制对待方的一个蓝量很困难。 像对待方这种成年魔王的话,这个蓝量非常高,破碎一手五千。 纵使破碎了对待方有小一万是吧,但是对待方的一个蓝量还是深不见底。 观察方老鼠拉起自己。 观察方拉一手零刃。 观察方再出发一手近适。 观察方再出发一手近适。 对待方的话,这一手锥子是没有控制住这个灵刃。 直接秒出去。 哦,这是一个那个灵法啊,但是伤害的话也不是很可观,这样的话观战方有点悬了,观战方这一手裙飞很漂亮,打出去的一个伤害也非常高,直接点倒对来方的一个人。 观战方再出一手裙飞。 观战方人物被对面点倒在地,对来方拉一手地厅。 观战方人物被对面打飞。 观战方人物被对面打飞。